去年我们帮十六的妈妈改造了厨房和后阳台 也第一次挑战统包装潢自己的新家 一路上学习了很多 从完全没有经验 慢慢改造出了一些心得 或许大家心里会有疑问 怎么房子会住成这样 爸妈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做生意 家庭工作两头忙 日复一日只能想着下一餐在哪 很少休息 如今我们累积了一些经验与能力 终于可以来帮爸妈翻修四十年的公寓老屋 希望让他们住得更舒服 - 欢迎订阅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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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因為我們本來真的只想說改造廚房跟後陽臺就好了 但是因為40年的老屋 如果只有廚房跟後陽臺改好 然後外面日暖沼沼 那其實很多都不能用漏水的漏水啊 然後真的老舊的太老舊了 然後我們想說整個就是來把它翻新一下 趁這個機會直接全部翻新 因為我們最近都在商討規劃這件事 然後破破也覺得說 對真的家裡真的需要翻修一下 真的實在是太糟糕了 不過這個是大工程 所以今天這一集先帶大家看一下目前的現況 對 一進門這邊是會有一個前陽臺 算是以前的玄關吧 對啊 老公寓都會有這種前陽臺 對對對 然後鞋子就是收納期間就要加強 然後 這個多久沒用的 這個鞋櫃都不知道放多久了 我們現在要進門 這個門真的真的超黑的 關就很難關 也很難看 對 這已經很久了 這也很難推 都很難推啊 對 好趕快進去 好我們現在位在客廳的位置 然後呢老舊的其中一個大來源就是 壁紙 大家有看到這個牆壁嗎 就是 把它這個已經幾年了 開始就貼到現在 大概30年了 然後從來都沒有撕過對不對 沒有啊 然後是因為草濕然後就 對對對 對 這把它自己貼的 對啊 把它一張一張自己貼的 台灣就是壁紙就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如果你時間很長 就會因為草濕然後 半房或是 跑起來 對我們現在在客廳 然後麻辣這個沙發應該做了不知道幾年了 十幾年 麻辣之後你想要換什麼沙發 稍微大一點 因為現在這樣住兩個人基本上就住不太想了 你看我們現在有三個人擠在一起都好擠喔 很擠啊 而且其實我們這邊也還有一個空間 這邊還可以在 對啊 那邊的位置啊 基本上都是放大五的 可以長的沙發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可以 出去加長一點的 就是 有一點像L型那種 L型 或是它可以移動 躺著腳 刮在上面 然後爸爸他看報紙 看來看報紙 可以像您這樣 對 很舒服那種 很舒服那種 有一種沙發是這樣的 就是 爸爸把這個地毯 覆蓋在上面 然後當做這個地板給看到 小朋友 整個 全部都裂開 然後這個 地板也裂開了 這其實全部磚都要敲起來 整個地板其實都要處理 對 對 因為 你其實就算用地毯蓋著 你其實在走路的時候踩 都還是會可以聽到那個 卡卡卡的聲音 而且這是 整片的 因為它一個列就會 其實它就會慢慢跟著列 這個也要處理 客廳 一進來 它會有經過一個 小空間 可是這個空間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幾乎是沒有在 用它 就是置物用的 我覺得這邊到時候也可以改一改 往左手邊過去就是廚房 大家還記得我在廚房 開廠的那一集 這一塊一直被大家講說 先改這裡 但是好強迫症喔 有沒有 這一塊超髒的 這個 有現在整件都要改了 對對對 然後因為廚房不是很小嗎 所以我們會決定把這面牆 可能會打掉 就希望說 媽媽的廚房可以寬一點 我覺得這個很需要改 嗯 真的嗎 對 這個開關我們走進來就是 上次有拍過的廚房 媽媽都還是可以在這邊做事 我覺得超厲害的 就是還可以煮出四菜一堂 沒問題 對 樑台呢 也是超多東西要改的 廚房跟後樑台的前導片 我們都有拍 就是新觀眾 如果想要看格局 可以看那兩集 廚房的隔壁呢 是妹妹的房間 然後因為現在妹妹已經搬出去了 所以之後應該會變成是一個 客房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現況 我們應該要需要經過它統一吧 有啊你的臉都在房間裡面各個角落 好我幫你碼掉 OK 好拜拜 可以 可以 取三同業 把他臉碼掉就好 不然他會架不出去 我們這是 反面教材 所以呢 大家記得要把那個 房間整理好 其實我們小時候也是這麼亂的 我是覺得 少女的房間真的很需要收納 大家看到這個 窗口怎麼還會有那個胡椒粉 所以他是 他平常都是坐在這邊這樣吃麵嗎 對啊因為你這樣子看就很清楚啊 那個iPad不是這樣嗎 坐在這邊吃麵然後iPad這裡然後可以看劇 對有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喝水是這樣 上次他這個櫃子 這邊 因為他化妝可能都在這裡 有沒有 對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化妝棉 現在都 清乾淨了 然後這邊有個崩壞的書櫃 好我覺得 不要傷眼睛我們先出去 電視也好多年了吧 十幾年有了 然後這個邊線全部都壞掉了 就是看起來 他的液晶體已經壞了 對 他有很多橫條紋在上面 幾乎很多家電都壞掉了 浴室的外牆啊 就是也已經全部都剝落 這個好像是之前樓上漏水 然後 對就是一直會這樣子 好像還沒有 全部完全的處理好 就是要討論一下 會怎麼處理 對 然後 浴室的門啊 就是木皮的部分 就是都是 這樣脫輪 對啊 而且他是木門 他就會吸 水氣進去 他就爛掉了 現在門幾乎不太會這樣 現在都是塑港門 好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一瓶的浴室 Mani對於這間衛浴 你有什麼樣子的需求 跟比如說收納 你想要什麼風格 我想 如果可以的話 對 就改造一點 有日系風格的 因為你們帶我去日本玩 我很喜歡他們那個設計的 好 可是那個 對 因為日本的 光感 對 那種感覺 大家看 我公公婆婆進來的反應 我們來看一下他 覺得蠻不反應 希望他們會喜歡 哇 哇 好大 好大 哇 天色好大 哇 好大 好大 好誇張 很喜歡你 好誇張 哇 我很喜歡 我來去跟那個AJ請教一下 好 然後 我唯一期待要求請求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要一開始 唯一可以的話請求 強要一個免治碼頭 因為日本都是用免治碼頭 對對對 我們來盡力 對對對 我們每次都用那個水瓢啊 沖沖沖 不好 個人的清潔衛生習慣 就是喜歡 醬蔥啦 然後浴缸的話就 不要泡澡了 浴缸不要泡澡 直接淋浴的 淋浴這樣子 然後要有乾濕分離嗎 乾濕分離倒是 還好 也可以不必啦 空間太小了 所以沒辦法 我們就是極簡化就好了 那顏色呢 就是有沒有特別想要的顏色 還是明亮就好 明亮 就是像日本的 對對對 OK 期待我們的改造 那個水泥 乾水泥 叫巴巴補 巴巴補的這個樣子 可是這個 還能夠 對 把它拔開來 你看 那對 這個一拔就起來了 因為潮濕的很厲害 這個是過年的時候還有補囉 原本的話更嚴重 不知道哪裡漏水 我們也不清楚 這是原本媽媽睡的房間 對 這是我以前的房間 對 以前是你們的房間 對 然後現在就是樓上漏水什麼 整個都病癌了 然後現在是 上映也是啊 對現在是媽媽在睡 然後媽媽沒辦法開燈 對啊 燈不能開啊 然後這個房間的那個油漆 其實是我們當時親 還有一些你們留下來的電視 還有一個小冰箱 到現在還在 懷念嗎 還有 這個 衣櫥 這衣櫥也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沒有錢 對 衣櫥 然後 這個窗簾 媽媽用棉被 當窗簾 那是棉被嗎 這是棉被啊 你不知道喔 對 你沒講我沒注意喔 這是棉被啊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都繡成這樣子了 他是潰了那個電線釘管 等一下他有一個S勾 S勾 然後這樣潰耶 就有一個桿子有沒有 直接掛上去 這個是我們爸爸媽媽睡的房間 然後現在是 爸爸在睡而已 媽媽睡格 這新婚房耶 對啊 是吧 然後他的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因為 畢子的關係 就是造成他老舊 還有 而且以前 以前很 很流行婚紗罩放在上面 就拍著這樣了 哈哈哈哈 你以為 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笑到外遊 怎麼會這樣 對啊 那個電子掉一根啦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洞啊 然後這邊都有窗簾啊 然後都把它拔掉 而且其實這邊空間算是滿大的 很長大 對 對啊 這間滿大的啊 對 其實這個衣櫥都 擋住那個視野 視野 對啦 對啊 因為一進門 這一廚就會覺得很窄 對對對 大家看完了 我們現在老屋的狀況 知道說 真的 應該滿需要改的吧 是不是 因為真的 太有臂癌的臂癌 然後 壁紙撲起來的啦 子孫撲起來的啦 對 其實這個窗戶關起來 你還是有聽到外面 汽車經過的聲音 很吵 對 然後也跟媽媽討論了 真的是有這個改造的需求 然後我們就想說真的 努力來幫他改一改 希望給他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現在有能力可以整間都把他充弄 不是嗎 對對對 因為媽媽住在那個房間 真的是很可怕 那個房間很不舒服 對 以前我睡醒都會過敏 會氣喘 對 對 因為那時候必癌 這個改造影片 我們會做一個系列 就是每一個過程 細節 我們都會記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我們 像我們有TG 加入我們的TG 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如果要看之前的系列 可以去看我們 裝潢偷天同胞的系列 對 好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